腊肉切成片狀 送进嘴里滋味 让人难忘 品出起来吃起来酥酥的 然后味道很入味 很够味 过年一定要带的 精选的肥厚比例腌制 晒成各式口味的香肠腊肉 店门外挂着一整排 有颜色叫鲜红的麻辣口味 也有吃起来叫爽口的豆腐香肠 豆腐里面有加肉 做这个的比较少了现在 屏东吃间店腊肉 香肠腌制的调料落地 还会散发酒香味 也可以搭配泡菜 成为另一种吃法 年节都还没到就很强手 像我的调料 我都是从四川过来的 古早的方法来腌制的 然后就是用晒太阳 然后用那个熏 挑出浓浓洁庆香的 还有台南之间老字号 腌好的内馅塞进长衣中 快手绑成一长串 再拿到店门外搬出大电风 协助风干 加上一条条腊肉香肠色泽很漂亮 夜者忙着赶工要应付爆量的订单 没有幸会都是用风吹的 北风来用风吹干 这两天都记得东部北部桃园 下个月就是农历春节应景的腊肉腊肠 在年节之前就已经成为热门选择 华氏新闻最后报道 哈喽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